他現在今天邀請了三位大明星 不過三位大明星 還沒有出場在場內的是 他們的公子 還有千金 哈囉 歡迎你們 三位呢 如果觀眾能看見的話 有一些應該可以認得出來 不過在他們的爸爸 還沒有出場之前 先讓他們來回答一些問題 好 華人明星裡面 最帥的一個男明星 你們沒有寫爸爸吧 要寫非爸爸的那一位 對 好 真心的答案 好 你有了嗎 有了...來看看 羅志祥 這滿符合他的風格啊 因為他好像有點要走 這個路線的那樣 所以你是有希望 自己像他一樣帥嗎 希望像他一樣 這麼有這個活力 然後像爸爸一樣帥 這位公子寫的是羅志祥 然後中間千金小姐寫的是 家裡面... 好 這個要等一下問 好 最後一位 我看看 周杰倫 好 所以如果周杰倫 在帥的程度上 可以稱之為十分的話 你爸爸的帥的程度 你給他幾分 負分嗎 對 你爸爸的帥負分嗎 因為我爸年輕的時候 也不是以帥為主 對 他是有特色 怪了怪 他大概負到幾分 一、兩分啊 還可以就是 還可以 好 那中間這位小姐 如果趙又廷是十分的話 你爸爸大概帥是幾分 六分吧 你爸爸輸給趙又廷四分 還不錯啊 因為爸爸畢竟就是爸爸 可是他是以帥出名的啊 是 他爸爸是以帥出名的 那如果羅志祥十分的話 你的爸爸你會給他幾分 你覺得你爸爸比羅志祥 你一定要再帥一分啊 對 我覺得他應該是裡面 年紀最大的吧 開始比較會講這些場面話 對 你幾歲 我現在二十歲 二十 比較懂事情 對 而且可能他爸爸很介意 帥不帥這件事 有...超介意 他非常介意 好 我們要歡迎第一位 明星爸爸出場了 歡迎了 歡迎周大哥 各位好 有... 周大哥... 這邊請... 你終於以爸爸的身分出現了 對 不是 不是 我剛剛在後面 其實忐忑不安啦 尤其剛剛跟幾位大哥兩個相處 剛好...隱約好像也聽到 說什麼帥的幾分 你知道 講到幾分後面就... 怎麼會這樣子... 他以為我帥嗎 不過他講你的事情 最讓我們覺得不好意思的是 為什麼 他說店上面 如果你出現的話 你會叫他一起看 你這樣講... 對 我會這樣 是 可是你心裡有在覺得 他有可能比你紅嗎 應該是會... 應該是會 OK 其實我滿期待的 剛開始會不太期待 因為我還能劈腿吧 因為最近這一次受傷之後 最近... 痛風加上那個撕裂傷 因為最近又是在內地跑 是 那你在場自己多 那劈得太... 太離譜了 真的太離譜 你現在去表演 每一次都要劈腿啊 對 我是說 我這次能不能不批 你不是已經鄭重說過 你不再批了嗎 對啊 我已經說過啊 但是在那個新節目 就沒說過 他們叫我在新節目 不再急事 他們根本沒有打算 把綽號通天讓給自己的小孩 而且一直聊自己批腿的事 對啊 所以打算以明星身份接著訪問 沒有... 我真的沒有這個意思 沒有這個 但是那個批腿你知道嗎 沒有啦 可是你看著他的臉 你會不會覺得比你緊繃很多 他很好 你還好意思講這種話 會 沒有啦 其實我還是有垂得 自己知道有收拾 你不垂 你看後面那幾個 沒有 那個應該只有一個 一個年我講錯 只有我跟那個一個 好不好 阿哥 歡迎你 謝謝主持人 我們歡迎 下一位巨星組長 我們看一下副學一道 謝謝 同學來... 歡迎老師好 朋友好 好 因為很生氣 是 跟歐陽龍我們還在講總共 有聽到什麼 什麼十分 六分 是 他給你分數還不錯耶 真的嗎 對啊 你有六分及格 本來要幾分啊 不是 我要講 大大哥 歡迎老師 謝謝... 他是想要故意擺出帥的樣子 讓我們讚賞對不對 好 來 這邊請... 你聽了滿久耶 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剛剛問了三位 這個千金還有公子們 對於爸爸的帥的程度的評價 我就是要跟你報告 你的得分比較偏低一點耶 這是... 有這麼嚴重嗎 不要難過啊 可是我是希望他就是說 他講話有的時候 不要為了效果就... 就弄錯了 你懂不懂 因為你有的時候上電視 你以為都是要效果 其實上電視不是 沒有 我講實話呢 怎麼辦 記張幣之後 對 第二個 第二個發脾氣的張幣 你們葛公子呢 葛公子他寫的那個 他覺得最帥這個人是周杰倫 對 周杰倫是滿分10分 然後我們就問說 他跟爸爸高齡峰比起來的話 爸爸幾分呢 周杰 我不敢講 怎麼辦 因為他剛才真的發脾氣耶 算了 答錯了 問到底 我... 我對不起 不是... 其實有的時候可以再問一次啊 他現在可以再問一次 你就說剛剛剛開始我投婚 對... 你覺得你爸爸 不是 剛剛我太高了嗎 剛剛分錯太高了 不是 太高了 我沒有... 我跟你講沒有人說 自己爸爸負兩分 你說這一句話 十年以後 你會回憶起來 你會後悔 對... 沒那麼嚴重 沒有大壓力嘛 他才幾歲 他在頑皮的年齡啊 那你要說 你剛剛是開玩笑的 這樣就沒事 OK... OK啦... OK耶 所以七分差不多嘛 對... 以後講好這一題就是七分嘛 七分有七分 現在可以再要表演的時候 他忽然的前一天就跟人家要 要一把吉他 我說你要借吉他幹什麼 他說我準備明天要... 要秀一段吉他 我說明天就... 表演完我們就結束啦 那你還拿一個吉他來 那要不要音樂五 那在台上你要表演吉他 那我是什麼時候幫你來拉吉他 我說不用了啦 他就說 那我們每一場表演都一樣 那不是表演本來就一樣的 那誰叫你改節目 因為觀眾不一樣嘛 很上進的有不一樣的內容 不是應該要鼓勵他嗎 對嘛 可是我知道那個台上 你要去多接一個音樂五 然後在現場這樣做 不是那麼簡單 那我就跟他講說不要 他就開始跟我兩個爭論 那我當然要告訴他 台上你要聽我的 懂嗎 你台上... 你別的我都可以聽你的 台上你要知道 我是誰 你不知道嗎 歐陽文有說過說 台上要聽你的嗎 我們以前是小生耶 是 小生 你說他是不是要大提 高大哥 高大哥 高大哥在做秀的時候 他就不久我們也開始做秀 是... 文道遠 要進入小當年的這個作品 那他在台上表演的時候 包括他練習的時候 我當然常常給他一些建議 問題是他叫我要有情勢 然後他就叫我要一邊拉一邊笑 我要怎麼有情勢啊 要怎麼有情勢啊 要怎麼有情勢啊 對... 當大哥你想要專心的拉起 你不想要在那邊做表情對不對 對啊 就一直笑 因為我每次拉琴的時候 就不會有任何表情啊 然後就是... 你幹嘛苦一張臉 要笑 那包衛銘有說過這句話嗎 他說台上的經驗 他反對我的意見喔 我不是反對 我沒有反對 我是滿符合你的話的 因為就像他今天 譬如說要來表演 我也不知道他來表演是什麼 他突然跟我講一個 所以想表演這樣 我說你會嗎 練就會啊 我說我們是台上一分鐘 台下是十年功耶 臨時要改節目沒有那麼容易 對... 我已經快出來了嗎 他比我...他比我煩 他比我煩 我也感覺你很煩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比較煩 你還說聽我的 你比較煩 好 包婷姐 妳要上囉 好 好 好嗎 好 好 還好 好 好 好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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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亮... 這來這首啊 不是說不想讓他們太辛苦嗎 馬上又劈 很棒很棒的表演 謝謝 不再當高爾夫球選手了是不是 有 還是有 可是他也要往演藝圈發展嗎 就是有興趣啦 爸爸辛苦了好幾年 然後就是 我覺得它是一個經典啦 那我希望再把這個經典 再傳承個30年下去 或是我的下一代的 我很想聽到Nana講 她是經典這個 妳女兒都不看妳演的那些經典 妳在戲劇界是經典耶 我看過 Nana妳不看妳爸演的戲喔 我看過 她是拿乞丐的照片 什麼啊 喂 這是她拿出來給妳貼在趙遊婷海報 上一位那一張嗎 施情漢她是第一把教育 妳有很帥的照片 妳幹嘛拿乞丐的照片出來 我自己翻到的 好 基本上我不是一個炫耀的人 好... 那倒不能輸 就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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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